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扎波勒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大诺西尔卡至扎波勒正面 整个的扎波勒战场以及南顿捏斯克战场乌军出动了约2万名士兵 6个旅的士兵,发起了大股门进攻 所以昨天在整个扎波勒前线战场乌军进行了大股门反攻 咱们先来看 首先是在奥利霍尔正面 昨天乌军的进攻是卢基夫西克这个方向 卢基夫西克在哪?在这儿 就是红点处在这儿 卢基夫西克 这个方向的战斗昨天是非常激烈的 这是在卢基夫西克 在卢基夫西克附近呢 从昨天的战斗画面可以看呢 从清晨7点半开始敌人向俄军阵地发起攻击 很快呢 第38独立禁卫摩托化旅 用无人机发现了乌军的进攻 经过短暂的小型武器战斗以后呢 迫击炮无人机向乌军编队发射炮弹 第一次遭到打击后呢 敌军试图将伤员欲往后放 疏散车辆也遭到俄军的袭击 第一辆皮卡车被反坦克导弹击中 另一辆皮卡车呢 被无人机投下的弹药受损 这是皮卡 来抢救伤员 一段时间以后呢 38旅的摩托化步兵军人呢 从村庄道路上撤离 大家可以看 那6月30号呢 在整个的扎布洛正面战场 这被摧毁的画面 整个的正面战场呢 昨天的战斗还是集中在奥利亚霍卧 奥利亚霍卧的正面 所以乌军在整条战线上 都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被摧毁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可以看被烧焦了 整个步兵战车被烧焦 那除此以外的 在大诺西尔卡正面 乌军的进攻呢 还是非常猛烈的 昨天呢 乌军的主力部队投入战斗 而且呢 乌军出动了 暴时坦克 约2万人 发动突袭 俄军也公布了 俄军也公布了俄军的画面 俄军现在还是坚守住了 大诺西尔卡南部地区的阵地 没有让乌军 抵达斯塔罗姆利尼弗卡 所以俄军昨天的防御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现在美国的 CN呢也报道 美国方面呢 下一步可能向乌军提供极数炸弹 极数炸弹 极数炸弹 大家知道 极数炸弹呢 它是会对平民产生杀杀伤的 拜登呢 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军提供极数炸弹 预计呢 不久呢 白宫将决定 那极数炸弹呢 从16年以来呢 美国方面呢 逐渐淘汰了大量的极数炸弹 可能这些淘汰的产品 特别库存 最后被运往乌克兰 在乌克兰进行消耗 极数炸弹呢 大家知道 它对平民有大量的杀伤 因为这个极数炸弹呢 空头以后呢 会散开 散开以后会形成大面积的 杀伤同时呢 有一些极数炸弹呢 会对平民构成潜在风险 所以整个战场 未来呢 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雷区 所以乌克兰这个方向 整个的战场 未来会有大量这种未爆弹药 非常难清理 所以美国如果对乌克兰 运送这个极数弹药 也就是说 美国真的要毁掉整个乌克兰 这个未来这片土地 乌克兰这片土地 它很多农作 农作物耕种 很多老百姓 可能会诱发这个 技术弹 未爆炸的弹药 会造成对平民的重大杀伤 所以这个土地可能会被封锁 另外会污染这个土地 昨天俄军的整个防御非常成功 乌军实际上没有 大家可以看 摧毁的 这是反坦克地雷 摧毁的汗马射 威力非常强大 所以现在在战场上 俄军现在和美军 它这个装备作战 和伊拉克战争 大家看 土制炸弹是不同的 你可以看 一枚反坦克 反坦克爆炸 反坦克地雷爆炸以后 汗马车被完全摧毁 所以俄乌战争这个规模 这个战争的这个 长度和伊拉克战争 什么阿富汗战争 它不可同而言 它是现代战争 威力非常强大 美制装备 在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大家都已经被神化了 觉得美制装备很牛逼 但是你看 面对现代战争 美式装备 一样被打残 因为它是 它实际上之前 是和游击队在打 和土制炸弹打 现在是和 现代化的正规军打 而且俄军的这个装备能力 整个的战力也并不弱 所以美制装备 你可以看 暴露出很大问题 昨天还有一个消息 非常有趣 就是俄罗斯方面 公布了解救一名 乌军士兵 这名乌军士兵 是在英国的 哈士奇 哈士奇坦克里面 被发现 他在战场上 这个哈士奇 俄军俘虏的哈士奇 那这名乌军士兵呢 在战场上 被俄军士兵救起 他自己讲述 他在英国的装甲车 躺了四天 应该是触雷 触雷以后呢 在装甲车内受伤 躺了四天 没有人来救治 随后呢 是俄军就解救了他 他是第37旅的海军乱队的士兵 叫 叶弗根尼 纪诺维克 那美国 英国呢 向基辅 提供了120辆专甲车 其中就包括 这个哈士奇 叫熬犬 那他最后的证词呢 是他 他们所在的部队呢 与俄罗斯特种部队遭遇 他所占据的阵地呢 六人被俘 乌军的第23独立计划旅 一部阵亡 多人当场 被击毙 这也是昨天呢 非常有趣的 一个士兵呢 在战场躺了4天 最后被俄军的解救 所以这个战场 有大量的美军的这些装备啊 实际上俄军 还有乌军 都需要清理 有一些受伤的士兵 在这个车厢内啊 一躺就是三四天 是非常残酷的战争 那昨天乌军的进攻呢 美国媒体报道呢 还没有接近俄军的地道防线 乌克兰编队在进攻过程中 没有接近俄罗斯武装备的防御攻势 这个指的是哪呢 指的是在 普里尤特诺耶 这个方向 昨天呢 乌军大公布的进攻 但是呢 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在哪 斯塔罗姆利尼夫卡 刘比米夫卡这一线 这个方面距离大约是16公里 还有16公里 才能接近俄军真正的防线 华尔基日报也采访了 乌军士兵证实了 乌军的现在的进攻 并没有接近俄军真正的防御攻势 部队尚未接近俄罗斯人 在前线后方约 十几英里 16公里处修建的防御攻势 这个攻势呢 包括反坦克战壕 以及其他障碍物 那实际上他的报道呢 和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苏罗维金防线是一致的 苏罗维金防线呢 是沿护利埃布勒 到萨尔沃姆利尼夫卡 建立的第一道防线 普里尤托诺耶这个方向呢 部署的是地雷 雷区 前面在大诺西尔卡前部 它实际上是炮弹 使用这个炮弹 还有远程火箭进行覆盖 乌军如果进攻的话 使用火炮来攻击 那如果进入雷区的话 反坦克地雷 还有反步兵地雷 会对敌人进行消灭 到最后到 刘比尼米夫卡 斯大罗姆利尼夫卡 这个方向 才有真正的反坦克号沟 以及俄军建立的真正的射击的火力交叉点 防止乌军能够突破 所以这条防线才是真正的俄军地道防线 那么乌军已经打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还是没有接近地道防线 乌军之所以 最近几天的发动大规模反攻 实际上和12号即将在 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有关 北约峰会是12号举行 那么乌克兰需要在12号之前 在战场上获得一定优势 然后参加北约峰会 如果在战场上 没有任何起色 那么实际上很多国家 欧洲国家很难再支持乌克兰 那么现在这个北约峰会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德米特里·库列巴 他接受美国有限新网采访时 他抱怨说基辅已经收到邀请 但并不意味着基辅 将准备参与北约峰会 所以现在来看基辅 对参与北约峰会 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北约峰会将在维尔纽斯举行 12号将开幕 实际上这次峰会 乌克兰方面希望 北约给乌克兰明确的保证 也就是说乌克兰能加入北约 而现在来看北约方面 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是莫能两可 所以现在实际上 这一次第37次的北约峰会 乌克兰方面并不积极 因为实际上每次参与北约峰会 北约给乌克兰的承诺 并不能令乌克兰满意 反而像立陶宛 像波罗的海这些小国 它非常积极 他们非常积极 包括这次北约峰会 很有可能会达成瑞典入盟的协议 但瑞典现在你可以看 瑞典因为古兰金 整个事件遭到穆斯林的反对 所以北约峰会开幕之前 欧洲方面会有更多的 关于乌克兰还有瑞典相关的消息 特别是俄乌这个战事 那么也就是说到12号开幕之前 7月初这段时间 俄乌战场乌军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乌军大规模的进攻是要给北约看 要证实自己的能力 所以俄军已经做好准备 按照天气来说 到12号整个的扎布勒战场都是晴朗的 整个天气是晴朗的 所以这个扎布勒方向的战斗 规模会越来越大 而且乌军会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 现在北约方面 并没有积极的寻求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法国现在也只是给乌克兰的一个口头承诺 所以实际上现在来看 乌克兰方面对北约是有意见 乌克兰认为北约实际上是 只希望乌克兰与俄罗斯作战自己不愿下场 而乌克兰是寻求加入北约 把整个北约拉进俄乌战场 但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美国包括北约欧洲国家 它是反对的 欧洲国家并不支持 所以就这造成了现在整个乌克兰和欧洲 在入盟问题上的对立 我个人觉得欧洲未来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 但是不会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就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一步怎么样和欧洲来协调 另外在战场上 包括利用俄乌战场 乌克兰也会对北约施压 也就是乌克兰在 包括瓦格纳公兵在白约斯方向的存在 也可以对北约施压 所以大家可以看 现在实际上乌克兰方面 它寻求北约的介入 我觉得乌克兰方面手里也有一个牌 也就是白约斯方向 那就是这个哈士奇 哈士奇 乌军士兵在装甲车里面躺了四天 非常恐怖 看哈士奇里面的内景 所以现在来看 实际上下一步 下一步北约方面和乌克兰方面 在立陶宛峰会之前 都会有新的行动 特别是在战场上 我呢谈下我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立陶宛方面 这次北约峰会呢 预算是3800万欧元 对立陶宛这个小国来说 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那么立陶宛非常积极 实际上就是寻求自己在北约这个地位 也就是说对俄罗斯 立陶宛波兰这个国家非常紧张 你包括波兰的这个总统杜达访问基辅 也是劝说泽连斯基 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出席北约峰会 如果乌克兰不出席北约峰会的话 对北约是一种讽刺 就是他最支持的这个乌克兰 竟然没有参与北约峰会 所以乌克兰对北约 它也可以施加影响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美国 美国惜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俄乌战场现在整个的乌克兰的这个国境线 就需要确定 因为你如果和俄罗斯交战的情况下 你加入北约不现实 所以实际上现在来看 乌克兰更多的是寻求美国 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一个承诺 而乌克兰方面 我觉得最后会接受停火协议 也就是接受美国方面 接受美国方面提出的用停火换和平 然后肢解掉乌克兰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俄罗斯和美国最后会肢解掉乌克兰 道理很简单 你想加入北约 想保证你乌克兰的安全 那你现在和俄罗斯必须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停火协议 你不能在战争状态下加入北约 那你停火协议 就默认了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 包括扎布勒、卢干斯克、赫尔松 以及克里米亚 四个州加上克里米亚 也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占领的土地 你乌克兰你是默认的 你这样才能加入北约 那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乌克兰 泽连斯基巨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北约峰会对美国 对乌克兰实际上都有压力 咱们还是看立陶宛在纽布尔纽斯 举行峰会的最后的结果 12号 在12号之前 乌克兰会大规模进攻 蒂尼伯方向 进攻扎布勒 昨天俄军对赫尔松南部 安东诺夫大桥进行了空袭 咱们来看一下空袭的结果 这是俄罗斯的无人机拍摄的 伊斯坎德尔导弹 打击这个安东诺夫大桥 可以看到打击的效果 整个桥体被摧毁 安东诺夫大桥 乌军最近在桥头建立登陆点 而且是大量的反坦克导弹 包括步兵在这个方向集结 利用桥体 下部非常顽固的攻势 进行反抗 而且还进入别墅区 进行巷战 现在整个安东诺夫大桥 南部地区被摧毁 但是下一步 乌军实际上在这个方向 还会继续集结 俄军也很难突破 因为前部已经被埋了地雷 有雷区 所以乌军不雷以后 俄军有些雷区很难进入 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 在赫尔松在第一波河南岸 一个登陆场 所以下一步 不排除乌军会在安东诺夫大桥 会进行登陆行动 也就是派步兵越过第一波河 进攻的方向 现在一个是丘鲁平斯克这个方向 另一个是 还有可能步兵会使用轻型的一些装甲车 会北上到卡夫卡 就配合着别里斯拉夫方向的渡河行动 大家可以看这个距离不是非常远 所以北上 卡夫卡 南北夹击来控制卡夫卡史湖大坝 从这个方向渡河 另一个呢 俄军也判断乌军会从奥加科夫 使用登陆艇 大规模的登陆在这个方向 登陆以后会向南 进入到克里米亚北部地区这个地下 克里米亚这个地下 所以这是赫尔松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北约峰会很快开始 但是北约峰会现在来看 乌克兰方面和北约方面 实际上围绕着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 双方会有更多的博弈 乌克兰在战场上也会投入更多的兵力 这是今天乌克兰方面最新消息 后期有更多消息 我也回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